人要往生前 我一何业力会进去 又为什么冤亲寨主会来找我们 而且寻言在往生这一场呢 是处是法 情离都相同 你有很多冤亲寨主 你现在住在这个地方 她不来人 为什么呢 她等待机会 你现在还没发达 来找你也没用处 等你什么时候有钱啊 她就来找你要债了 如果你说你要出国移民走了 她马上就来了 为什么你走了以后 她再找不到你了 你想往生极乐世界 不就移民到极乐世界去了吗 那这个麻烦大了 她以后找不到你了 所以你还在没有动身之前 全都来 都来找你了 就这么个道理吧 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 你就要晓得 平常我们跟一切人 一切无 少结约 包括这些动物 你杀害它 你不要以为 这小动物 一个蚊虫 一个蚊蚁算不了什么 它也是一条命 你在往生的时候 它也来找你 你还没有还它命呢 欠钱的还钱 欠命的还命 你欠了这一大堆债 都没有还钱 你想走 它怎么肯饶你 绝对不肯饶过你 那么也有很多人往生的时候 平平安安走了 运行带着的时候 好像的时候也没有过分找他麻烦 我们据饶老林长 这就是个例子 晨光别老据饶往生的时候 为什么有冤亲在主啊 冤亲在主很多啊 为什么这些冤亲在主不障碍他呢 因为他天天念经拜佛 把功德回向给冤亲在主 还换活了 这些人得到安慰了 行 一到西方 基罗事就做佛 做佛就回来多了 所以就不太找麻烦了嘛 你要没有这个念头 这些人饶不过你的啊 你要真心发愿啊 晨光别老居士的冤亲在主 那我们这一次看到太明显了 四楼聂佛堂 杜美玄居士就被这些鬼神附在身上 这些鬼神 附身的鬼神说 他们是老居士的冤亲在主 是从他家里来的 因为他走的时候 我们这边的是出家的法司 到他家里去帮他祖务 这些冤亲在主跟到法司一起到居士林来 他说得很好 居士林的护法神让他们进来 因为他们来是善意的 不是卧意的 决定不破坏道场 来干什么呢 来求归一三宝 他们对老居士往生极乐世界 非常欢喜 非常赞叹 来求归一 来求天津 那个时候我正好在香港讲经 这边无权法子打电话给我 说出了这么个状事情 我说赶快替他归一 赶快给他做归一 那天津呢 我们就告诉他了 我们五楼天天讲经 可以到五楼来听 他们说五楼法司讲经光太强了 他们受不了 要求在二楼夜楼 我们用电视播放奖金的归相带 那是专门为他们播的 二十四小时不中断 所以居士林这个地方啊 鬼神比人多啊 嘿呀 我们人在四里几个人啊 鬼神不晓得多多少倍啊 但是诸位晓得 这些鬼神都是我们同餐道友 都是在这里念佛 在这里听经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绝不害人 与这个道场好啊 到这个道场心证 念头证 行证 鬼神保佑 如果你心心不振 鬼神就开你玩笑 让你今天这里痛 明天那里不舒服 鬼神找你麻烦啊 所以在这个地方 千万不要以为 我做事情 没有人知道 没有人看到 你周边的鬼神 不晓得有好多 你能瞒得过谁呢 所以我们要懂得这个道理 平常一定要 改悟向上 鬼神就尊敬你啊 决定了 不会找你麻烦 所以晨光别老 就是往生 非常值得我们学习 不 不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